大家好我是小七 今天给大家说一啥呢 说那个另一件荷花 我这些呢都是千叉的另一件荷花 有好多话是说 我的另一件荷花 叶片一直瘦 我到了夏季 我也不敢给它浇水 怕出现烂的情况 其实呢 另一件荷花 跟我们知道的仙人球也好 仙人掌也好 包括火龙果的这条 都是一个性质的 它在夏季是不休眠的 而且夏季掌心也长得非常多 我这些你看亲眼都在初初的涨 如果说你现在到了夏季 你不敢给它浇水 不浇水的结果就是 毛细根会干枯 根系得不到水分 它的叶片就会瘦弱 一个夏天本身温度非常高 它该生长的时候没生长 严重缺水就会导致 到了秋天 你这要上水它也不恢复 它不恢复 到了秋天也不长叶子 到了秋天本身 它把老叶片 把今年长的叶片老化 第二年才能不开花 结果呢 老叶片也没有 去年开花的老叶片带着 它也不开花了 所以说现在一定要记住 到了夏季 我们养令见荷花 保证光照充足 缺光的叶片会长得薄 而且呢 后期长的叶片比较小 到时候也可能不开花 所以说现在有多少光照 给它见多少光照 夏季它不怕晒 而且呢 要用小盆 偷其心好的话 浇水的话 盆土快要干透 浇透就行了 如果说通通比较好的话 盆土干到一半 给它浇透水就行了 肥料要不要用了 用啊 先人长刻的植物 肥料不能太频繁 一个月给它一次 现在是长叶子的阶段 我们可以用通用的肥料 如果说长得比较慢的话 我们可以用花多多十号 这样保证通风 保证边缺水 保证光照 它就能够快速生长了 如果说您的叶片已经瘦了 怎么办 放到通风好的位置 一定要通风 不要淋雨 浇水的话 土壤表面干下去一两公分 及时的给它浇透 浇水加深根叶 这样得到充足多水分 再去补充一下花多十号的话 它瘦肉的叶片 只要长出新根来 就能够快速吸收养分 吸收水分 挥复饱满 只要挥复了以后 再按照我说的方法去 浇水施肥见光 就能够快速生长 夏季长的叶片 到了秋天 变硬变老化 到了再入洞之前 把小叶片掐掉 保证光绕充足 一个冬天 经过以后 到了春天就会开包 到时候满树全是花包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鸡点个赞 点光再走